民眾口氣無奈 因為在醫院工作的媳婦 五月三號確診 等了三天居家照護防疫包才送來 而狀況不止如此 李小姐說一家五口同住 卻只有她跟女兒收到了 居隔簡訊 離譜的是她和女兒 居隔時間還不同 詢問衛生局卻說 是否說目前高雄居家照護人數 四千兩百一十四人 往衛生所 李幹事人力投入近千人 目前還在可負擔範圍內 但拜託民眾填個資時 尤其是手機號碼要寫清楚 這樣才不會影響防疫進度 而有情況的還有他們 大堆人一直在附近的攤販 問說是不是我們 導致我們到後半段 幾乎都沒有生意了 看上說市府四號公布 縫隙黃昏市場 五泉南路一百四十九項一號 有確診肉攤人員足跡 但實際到這個地址 卻是間服飾店 老闆莫名其妙 就連未在轉角處賣豬肉的 也被誤認為是確診攤販 豬肉攤並不是這個所謂的媒體上面 所指稱的一百四十七號 微生局澄清沒說豬肉攤是足跡點 但也被發現今天沒公布 高風險疫調足跡 市府表示未來有群聚情況嚴重的地點 還是會讓民眾知道 高雄確診人數首度破千 市府防疫只能隨時 混凍式調整 華視新聞許富杰謝玉欣 林萬宜 宋惠娟高雄報導